Hello,大家好,我是澳洲新动能Rebecca 从这期开始呢,我们就会以一期一个品牌共事的形式 来聊一聊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的发展 我们呢,会从这些品牌的市场定位、销售模式 以及售后服务这几个方面来聊 我们这期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几年在澳大利亚销售一只非常不错的MG MG这个品牌呀,其实呢,是于1924年诞生于英国的 并且它是以这个高性能的跑车而闻名 它呢,也是在20世纪初进入到了澳大利亚市场 并且以它这个经典的造型以及这个运动性能 在澳大利亚本地呢,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但是后来因为市场的变动 MG呢,曾经短暂的退出了澳大利亚市场 也是几经辗转啊 最终呢,MG在2007年进入了中国的上汽集团 在中国呢,重新定位并且上市 接着呢,于2016年重新进入了澳大利亚市场 一开始呢,他们是以这个相对廉价的价格啊 来打开澳大利亚市场 直接对标于当时的日系和韩系车型 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呢 MG并没有急着去开发扩充它的产品线 而是呀,集中资源来继续优化发展他们的现有的一些车型 迄今为止呢,MG在澳大利亚也总共只上市了五款车型 MG3,MG4,MG5,ZS和HS 由于MG的这个英国血统和独特的设计风格 它呢,在澳大利亚获得了相当一部分汽车爱好者的青睐 尤其是在那些对于经典的英式跑车充满热情的车蜜中 目前呢,MG在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设有多个销售和服务网点 并且呢,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MG凭借其现代化的设计高性价比的车型 以及上汽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积累 迅速吸引了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MG呢,主要采用品牌直营以及与本地经销商合作的模式 不仅呢,致力于在细分市场的精根细作 更致力于文达稳扎,拓展经销商合作伙伴 在全澳将近100家MG的这个经销商的门店呢 为消费者提供了可靠的产品和售后服务 所有的MG零售车辆都提供10年不限公里数的质保 让消费者使用无忧 在销售记录上呢,也是节节攀升 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汽车市场啊,屡创新高 2017年呢,MG的全澳的销售量仅有600多辆 但是啊,到了2019年呢 销量呢,就一下从18年的3007辆增长到了8326辆 而到了2022年呢 销量则是翻倍了,成了49582辆 市场占有率呢,也从0到了23年的4.7%左右 以下呀,就快速进行了澳洲最畅销品牌前十的位置 超过了日本的三菱啊,尼桑啊,这些老牌的汽车品牌 MG啊,近几年的销量大增,离不开他们的明星车型 也就是目前市场上销售最好的型号MG ZS 这个呢,是一款入门级的紧凑型的SUV 它呀,从驾驶感呀,还有科技配置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呢,价格呀,只是从21000澳元左右起售 在2023年呢,登陆了澳洲的明星车型MG4呢 则是一款年轻运动的纯电动车型 它呀,在欧洲以及澳洲呢,揽获了无数的好评 更是获得了澳洲Car Sales的年度最佳车型 在2023年8月上市以后呢,短短4个月的时间呀 就在澳洲卖掉了8000多辆的车型 真的可谓是一车难求啊 MG呢,不仅为澳洲提供好的产品 同时呢,品牌深度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社群 积极融入澳洲本土文化 并且赞助了本地著名英式橄榄球球队 南悉尼的South Sydney Rabbitohs 这一商业举动,立即得到了澳洲当地人的好评和支持 收获了大量的粉丝和曝光度 但是呀,也并非是所有的发展都是一帆风顺的 就在2024年初呢 一则新闻给正在大卖MG4的MG呀 带来了非常大的舆论压力 这个呀,就是他们新上市的MG5 它呢,是一款三箱的油车 在澳大利亚新车审查的碰撞测试当中 获得了零颗星 满分呢,是五颗星 这个呀,也是澳洲碰撞测试以来 第三个获得零分的车型 这个事件呢,得到了澳洲各个媒体的高度关注 同时,MG也正视了此款车在安全方面的提升 并且确认符合澳洲标准新车的质量要求 同时啊,第一时间并承诺在2024年 对MG5进行安全科技升级 承诺在今后的发展中呢,会继续致力于提供经济 实惠高性价比的车型给澳洲市场 澳洲的MG啊,在近八年发展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 它的这个品牌产品呢,以及集团战略发展的重要性 你们看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 这一个成功的中国品牌 未来的发展更加值得期待 就在今年的8月1号啊 澳洲的MG呢,在澳洲持续做大做强 正式发布了正种承诺 全线车型提供10年或者25万公里的厂家质保 我们相信啊,这是MG的一大步 也是中国车型在海外发展的一大步 作为中国车首家提供10年质保 这啊,不仅仅是一个承诺 也是一个车企呢,对自己的品牌质量 服务,物流和人工等全方面的提升 据我们了解呀 MG的每一款车型呢,都是非常用心的 它都有针对于澳洲这边的市场啊 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打磨 比如说车机系统跟手机APP的互动呀 然后车的那个天幕啊,天窗呀 这些呢,都是针对于本地市场消费者的喜好 和偏好呢,来进行了相应的优化 MG的啊,给了我 looked at the badge brings me to the old MGs 是的,ING tua新的特殊 可以建立一个东西那Good事 的优优秀的老 clearance MGs的绿造那边 MG come到现在 它是更多年轻的 MG是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车车车车的 款式地链板 所以我认为MG的Cybersters是一步的适合适合 我认为MG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他们也有很好的计划 他们在产生高质量的产品 产生高质量 我认为MG是一种比较普通的 主义车和小车和普通的MG MG这个品牌在澳大利亚发展的这么成功 首先离不开它这个品牌自身历史的先天优势 同时还有上汽集团的资源 对这整个品牌和产品的战略规划 同时MG在澳大利亚本地有着一个成熟的团队 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 所有的这些加起来 共同促进了MG这个品牌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和影响 那么你们对于这个品牌一些什么想法和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是Rebecca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